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此时B车的速度比A车每小时慢了3000米 又过了40分钟 两车同时到了ND 问咱们当时A车的速度每小时降了多少千米 那这套系读完之后呢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程问题 而且题目比较复杂 里面有好几段的运动 那为了更好的展现每段的运动呢 咱们可以选择用画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那现在我们来画个图尝试一下 首先里面有两种车叫AB 咱们用点来替代 两车同时出发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A车更快一些 好 我们画一下 但是呢 他这个快呢只持续到了第十分钟 十分钟后 A车减速 那么减速之后 A就不一定比B快了 所以咱们先画前十分钟的路线 前十分钟 A肯定比B快 因此 A的这个线呢 比B更长一些 这是前十分钟 好 继续往后 那么十分钟后 A车减速 又过了十五分钟 B车减速 好 中间的一段叫十五分钟 咱们用黄线来表示 那现在有个问题 中间的十五分钟这个B的线是比A更长还是更短的 这个目前无法判断啊 咱们继续往后看 十五分钟之后 B车减速 那此时的B车比A车每小时慢了三千米 又过了四十分钟 两车同时到达 大家注意是同时到达 那大家想啊 在最后的一段四十分钟里面 B车是更慢的 那如果B车想和A车同时到终点 说明在第二段的时候 B车还能不能落后A车呢 显然是不行的 B车必须在第二段反超A车 才有可能在第三段和A车一同到终点 这个没问题吧 因此第二段的时候呢 这个B的线要画得更长一些 这是中间的十五分钟 咱们用黄线来画 那最后的四十分钟呢 咱们用蓝线来画 把这个过程给大家补齐 好 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的运动过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整体的复盘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A B两车同时出发 在前十分钟的时候 A车更快一些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 A车在前十分钟比B车多走多少呢 我们来看题 每小时快了六千米 那么十分钟就会快了 那就是一千米 因此前面这段 不要想 就是一千米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中间这一段 那中间呢B车实现了反超 那反超了多少呢 比如这一段 是多少 那通过第二段咱们是不知道的 那继续好好看 15分钟之后 B车减速 此时B车比A车每小时慢了三千米 然后又过四十分钟 两车同时到达 好 大家想 在最后的一段中 B车是比A车要慢的 每小时慢了三千米 那也就是说 四十分钟一共要慢两千米 而最后却是同时到终点 那也就是说 在第三段开始之前 B车肯定是更靠近终点的 而且刚好把这两千米的差给它补了 所以第二段B应该反超了A 刚好是这两千米 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来解一下 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中间的15分钟的时间内 B车从落后A车一千米 到反超A车两千米 也就是说 在中间的15分钟内呢 B车比A车一共多走了多少呢 三千米 那既然15分钟 B比A多走了三千米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期间 B车的速度 比A车要快 是每小时快了12千米 好的 现在我们来想 一开始的时候 A车比B车 每小时快6千米 在经历了减速之后 B车反而比A车 每小时快了12千米 那也就是说 此时减了多少速呢 那就是12和6的合 因此A车减速12加6等于18千米 每小时 这就是本题的结果 它是每小时减了18千米 那这道题呢 我们做完了 咱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本题最关键的在于这个图怎么去画 因此 画现段图法是咱们现在要总结的一个核心 以后呢 在分析形成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就直观的展现整个的运动过程 以此呢 来帮助我们去获得一些运动的信息 这是本题的方法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找一道类似的题目 这道题呢 和原题呢 可以说是就画下数据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去画图 去解这个题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经营稳生了啊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可以去点赞 可以去转发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点一个订阅 大家的支持呢 就是对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当然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和建议呢 也可以继续来订阅 好 谢谢大家